新北市永和區安和里長 鄧長安15號在住家附近 遭人毆打 原本懷疑是次他之前在臉書 發文批評藝人吳宗憲言論有關 經過警方不斷追查之後 這次他發現原來主權疑似是不滿 里長鄧長安 他日前在網路發文 說要撲殺流浪動物 日前剛上吳宗憲的新北市永和區 安和里里長鄧長安15日 遭人毆打23日警方約談動手男子 原本以為是和吳宗憲嗆下的事有關 事後發現范賢是不滿 鄧長安曾發文說要撲殺流浪動物 秀出腳傷傷口回顧事發 當時畫面中三名 頭戴安全帽的男子 一路從馬路扭打進店內 後面兩人手上拿武器往前砸 鄧長安被攻擊到連站都站不穩 準備要拿起手機 要打電話報警 結果呢 辣椒水就直接從我頸部背後 就直接從我頸子後面 一路呢 環一圈過來 甚至伸到安全帽裡 秀出手臂 膝蓋背部都有傷 腳上甚至也還有傷口 他怒告對方殺人未遂 警方受禮後也展開追查 發現這根本不是單純行車糾紛 犯嫌遭有預謀 你對流浪包我無禮貌 甚至有人養狗的 然後把狗帶出來大便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你勸他說 把狗大便捡起來 最好都不要這麼做 省得到時候 哪個人的話 對你心懷不軌 之後就直接找人設計一個假設 或過來的話真打人 23日警方持拘票 將29歲陳姓祖賢 逮捕到案 對方到案後 說是日前透過吳宗憲臉書貼文 在下方留言連結到 鄧長安在2015年貼文抱怨野貓野狗 嗆說要撲殺的言論 才故意跟鄧長安發生擦撞 借行車糾紛引發肢體衝突 警方訊後依傷害罪嫌 將陳姓祖賢移送法辦 記者綜合報導